新加坡籍夫妇在强震后失联 为了拼凑两人最后落点 救难人员调阅观光巴士的监视影像 确认失联的他们在三号上午七点多 两人疫情以后走下巴士 而这个站点就是沙卡当 随后更被拍摄风景的外籍游客 捕捉到两人散步身影 而这个时间接近大地震前的半小时 我们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一次的空拍机 还有那个土耳其专家的空拍机的情况 来协助看看有没有可能 这个可能性 因为目前这两位外国人 目前还没有进行 要找出新加坡夫妇得和时间赛跑 新加坡媒体也很关注搜救进度 地震当天上午六点多 两人分别穿着深色 以及红色短袖上衣 出现在花莲转运赚钱的斑马县 在进到车站内等车 夫妻踏着轻快的步伐 可以想见他们多期待花莲之旅 但最后却在沙卡当人间蒸发 所以目前怀疑可能的位景 是在大奔闭 目前发现的 对对 其他的地方找过也没有 知道那个像那个 各位很清楚嘛 九曲洞的175K民隧道的 绿水河流营区的都没有 夫妻党失联超过四天 搜救队员不放弃任何希望 搜救重点已经缩小到了 沙卡当大崩壁 搜救队透过网路求助 发文协讯家属提供更多线索 目前已经联系上夫妻党的姐姐 期盼能有奇迹出现